這個事件的重點應該劃在孩子 因為大家想一想 如果這些孩子是我們自己的孩子 我們自己的孫子 那我們會有多難過 我們應該要將心比心 這個時候最重要的就是孩子的健康 所以我還是要強調 請侯市長或新北市政府 應該要盡速成立醫療團隊 來保護這些孩子的健康 侯市長加油 一定要好好照顧小孩子 其實應該是耐清的話作重點 他所說的 希望我們能夠用醫療專責 來面對孩子們的健康 他在說之前 我們新北市就已經啟動了 我們的專責醫院 新北市也很希望能夠拜託檢方 把理清楚 我相信奈無總督也應該 希望這個事實的真相 也能夠理清楚 我想先問一下說 昨天 之前有說是八位有那個 微量的那個八鼻圖反應 然後昨天又說14位裁檢陰性 那這是當中有比對過 孩童的名單有沒有重複的嗎 好我想這14位裁檢陰性是 不離台北醫院這一邊的 昨天所提出 所以後續呢 我們也會針對這14位呢 來確認 那知道的是 我們目前所知道的是 布北這邊的檢驗呢 其中有4位是這個 幼兒園的孩童 那其中有一位這個檢驗已經出來 還是陰性 那這一位呢 跟我們前面的 這個28位裁檢的是不同的 另外這裡我再補充說明一下 我們 在 啟動我們專責醫院 綠色通道 由小醫科醫師 以及心理諮商師 再聯合各醫院 各醫師 來關心孩子裡面的健康 我要特別跟各位報告 這個我們很早就啟動了 不管是副總統 或是行政院 大家關心孩子們的健康 在他們還沒關心之前 新北市都已經全部都啟動了 所以後續這些 對我們新北市的醫療這邊的關心 其實新北市早就在做了 請大家安心 然後我想要再問一下說 昨天那個受害者聯盟 他們有發文表示說 之前到那個北榮 找楊醫師才剪頭髮被拒絕 然後也不能提供驗血 只能驗尿 那家長就有疑慮說 為什麼只能驗尿 然後在昨天那個第二次的家長見面說明的時候 協調出來說是有多少的家長想要簽同意書來驗毛髮 那會怎麼樣做協助 然後針對那個檢驗毛髮的部分 是否行政調查 如果沒有辦法做的話 是不是會用行政福利的方式 來針對取得家長同意 然後來對孩子做檢測 我想最主要的還是第一個毛髮的檢驗 就我們目前所知道的 在國內的醫療院所是 並沒有提供毛髮來檢測 本巴比陀這件事情 至於當時在北榮 我想每一個孩子 他去看醫師的時候 醫師都會根據孩子的狀況 提供他們在醫療院所可以提供的各種的檢驗 以及這個孩子需要的檢驗 那後續呢 我們也是像昨天已經跟大家報告 我們在由教育這邊會問 這個詢問我們的家長 有意願想要這個檢驗毛髮的這個部分 我們就會把這個名單 交給這個檢察官 那建議呢 因為驗毛髮本身 如果是要做司法調查 這個當然是要有檢查體系來處理 那在於這個衛生體系的話呢 如果是為了這個孩子的健康 所需要 那有醫療院所發展 可以有可以驗的話 因為目前我還是要講 目前是沒有 那如果可以驗的話 我們會協助 那當然呢 如果這個所需要的經費 這些行政福利這邊呢 我們一定會全力的協助 我稍微補充一下 可能各位會對於驗毛髮 跟驗毛髮裡面可以採驗本巴比陀 這是兩件事 就是他可以驗毛髮 毛髮不見得他可以驗本巴比陀 所以可能不要對我們的醫療機構有點誤解說他是不是拒驗 其實這是國內的一個情況 所以剛剛我們特別提到 只要照撤好 現在教育局正在統計 照撤好以後 我們也 市長已經跟檢察官 簽我們跟檢察官聯絡好 我們會把照撤的名單 送給檢察官 檢察官就會安排後續的採檢 做一項的補充 目前檢調說有陸續檢驗17位 然後他們提告的 說要做這個孩童毛髮 然後昨天副市長有提到說有沒合醫院了 那目前有幾位孩童已經前往檢驗 然後第一批的驗法結果大概什麼時候會公布 我一起回答好了 第一個 因為昨天晚上才跟家長說明 那因為我們昨天並不是全數的家長都出席 因為我們分兩場 市長當時是覺得第一場有一半左右沒有到 所以我們加該第二場 所以兩場大概都各30幾位 所以我們昨天宣布以後 今天起我們就會啟動 一對一的這個詢問 那詢問過後 跟各位報告 檢查的結果 因為我們交給檢方以後 檢方要去 裁檢完再交給檢驗機構 這些時程都會由檢方來安排他的速度 那市長一直請我們跟 所有的那個 在跟檢察官聯絡的時候 請他加速加延 因為家長很期待早一點得到資訊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會持續努力 那等到我們教育局今天 大概今天可以統計 今天週五統計出來以後 我們會把相關的統計數字 再用新聞稿發給大家知道 好 接著我們請那個 演習科 首先想問針對幼兒園案 週二專案報告 民進黨強烈要求侯市長出席 國民黨也有人呼籲市長 直球對決 市府這邊的考量點是什麼 請問市長週二會出席嗎 面對所有的問題 我們不會逃避 議會的所有流程 我們要給予高度的尊重 接著問綠營議員爆料 家長見面會出動後用校長當工作人員 還要在市長身邊當人牆是否屬實 我想在這邊特別說明 基本上我們的後用校長 都是在教育跟輔導 相關都非常的有經驗 那目前這些後用校長 都借掉在我們教育局 所以是我們教育局的工作人員 那基本上他借掉以後 這一次特別來借用他們的專長 他們現在就是一對一服務家長的窗口 所以在昨天的相關的諮詢會議 我們都特別請我們的服務窗口 能夠到會場去引導服務家長 然後跟家長互動 我們希望一定要把我們這一次 服務學生的相關的工作 不管在醫療心理諮商 就學安置 還有法律輔助 等等這些非常繁瑣 每一個家長的需求 尤其是6月8號以後 因為廢止立案 他突然有42個家庭 他遭受到非常重大的一些需要生活 跟就學的協助 我想我們教育局的同仁 一定會全力來協助家長 請問目前本巴比陀衛生局說是孩子的用藥 支氣管家未嘗藥才可能有 所以八位孩童的藥品跟家長 有跟他們比對平常服務的狀況 以及把藥品拿回了嗎 我們先講 這個本巴比陀呢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驗的都是微量 所以我們一再的講 他是有非常多的原因 那這個其中之一 才是跟用藥有關 那用藥有關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都要等待檢察官進一步的偵查 賴清德說侯市長畫錯重點 重點在孩子 那市長怎麼看 賴清德 特別說我畫錯重點 其實應該是耐清德畫錯重點 最重要的是因為 他所說的 希望我們能夠用醫療專責 來面對孩子們的健康 他在說之前 我們新北市就已經啟動了 我們的專責醫院 不但有小藥科專科醫師 有心理智商生 還有很多的醫師團隊 一起來為我們孩子們服務 所以 賴清德說的 其實我們早都在做了 所以他搞不清楚我們 現這一段的做法 所以這一段的做法 家長們 以及孩子們 最重要的還是希望 我們的檢方 快速地把他離清楚 所以我昨天講很清楚 我們早就已經在做 專責醫院 立社通道 針對孩子們的健康 如何來做好診斷 醫療 獲悉的追蹤 包括生理跟心理的 我們早都在做了 所以是賴清德化做重點 我們最期待的 也是要拜託的 家長們 最希望的就是了解真相 要務從何而來 想問一直有議員說 家長說是4月通報1999 市府卻說是5月15日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針對6月7號 有立法委員會議員 開記者會說 4月份就已經有 通報1999 但是並未獲重視一案 我想幾個事情 趁這個機會再度說明 第一 我們6月7號中午 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我們就馬上清查 民眾最常使用的兩個 跟我們陳情的管道 第一個是市長的信箱 我們清查結果 陳情案件大概有1萬件 那第二個管道 是1999的市政府服務專線 我們清查4月份 總共大概陳情案件 有1萬3千5百件 那經過我們清查 我們那一天 當天就把清查出來 通通沒有這個紀錄 也就是說我們市府的陳情系統裡面 並沒有這個案件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想面對外界的一個傳聞 研考會基於負責任的一個態度 我個人也在議會 當面請在場的議員 如果有民眾進線的紀錄 就請他交給我 那第二個是 假設有民眾真的有在4月份 有打電話進來 我們也歡迎他去調相關電信紀錄 我們可以配合比對 我們會負責 第三 當然後續啊 也有議員出來澄清 他當時是記憶錯誤 也有開記者會做澄清 我想這是第二點我們要做的說明 第三 研考會 他是負責督導各項市政工作進行的單位 所以我們自身本身就會更嚴謹 更高標準的自我要求 我個人不允許有任何的隱匿或蓋牌的事件 如果我屬實 有蓋牌 我個人下來負責 當然我也不允許有任何政治或人為的因素 污蔑我們的同仁的付出跟辛勞 謝謝各位 請問現場媒體朋友還有提問嗎 市長目前市府的行政調查進度違和 市府的舒適在哪裡 第二題選戰的腳步逼近 為了避免民進黨繼續做文章 有沒有考慮親自到議會做進行專案報告說明 市長新北市政府在第一個時間接到 家長的報案以後 我們交易局跟警方 以及我們的社會局 在第一個時間就全部進入 做行政協助以及行政調查的協助 所以其實新北市在這方面 不斷全力配合 檢方把事實的真相能夠快速釐清此以外 重要的 再等個社會的諮商 社會局的諮商以及教育局的 啟動行政調查也成立委員會 針對這個案子 要把這個事實的真相配合警方把它釐清 所以從頭到尾 我們的行政調查從沒有停歇過 所以包括我們的心理諮商也沒有停歇過 包括我們的行政協助也沒有停歇過 所以期待大家在檢方的領導底下 我們能夠快速的把刑事偵查 這個部分釐清 行政調查一定為全力的配合 所以在前幾天 檢方特別出來說明 所以新北市政府 在第一個時間5月15號 就全力的跟檢方 在積極的配合 在做行政跟刑事的調查 所以這個部分 請大家檢方都已經出來說話 而且講得很清楚 新北市政府是積極的 跟檢方一起合作 來面對調查這個案件 那我期待檢方因為有部分 不是我們行政調查可以處理的 一定是檢方要處理的 尤其毒物來源從何 不是毒物 藥物來源從何而來 藥物來源從何而來 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檢方如果把藥物從何而來 釐清除了以後 這才會讓家長們安心 尤其現在全國的很多幼兒園的老師們 以及學校們都非常擔心 此事件到底有沒有這個狀況 甚至全國的家長們也都不放心 所以為了讓全國的家長 孩子們安心 以及在整個孝恩德 能夠安定下來 檢方能夠快速的把真相釐清楚 來告訴我們全國的民眾 這個案子的來龍去末 這才是最重要 至於我們西北市這個案子 從頭一開始 我們都積極的跟檢方來合作 包括行政調查 好 現場媒體還有提問嗎 來 三例 想請教一下 法界認為 就是侯市長 您要賴副總統交代檢察官 是缺乏民主常識 您怎麼回應 每一個人 不管你跟我 都很期待這個案子 能夠快速的釐清 把真相查出來 這才是讓孩子們 讓家長們 知道來龍去末 家長們才能夠安心 至於有一些 至於 不管是我們新北市該做為的 這個醫療過程的準斷 以及追蹤 包括這個 孩子們的一些行政協助 家長們需求 我們都會全力以赴 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都期待 不管任何一個人 尤其 在 像我們 新北市也很希望 能夠拜託檢方 把釐清除 我相信 奈無總統也應該 希望這個事實的真相 也能夠釐清除 因為只有釐清除事實真相 才能不造成我們 大家 對這個事情的恐慌 把釐清真相 才是最重要的 還有提問嗎 來自由 市長我們現在只針對 就是這一家幼兒園 市長我們現在只針對這一家幼兒園的 就是有爆出這個胃藥的事件 做清查 那因為有一些家長會擔心說 這個體系 其他家的幼兒園 可能也會有相同的狀況 那我們市府這邊 是不是會全面清查 那如果家長有疑慮的話 其他原所的 市府這邊會如何協助 我想 這邊大概就在上禮拜 我們也在特別有對外說明 就是我們六月八號九號 有針對這個體系 其他所有的幼兒園 有全面去清查 去積查 那我們也希望說 找到他們相關的問題 來做一些相關的輔導 跟來做相關的行政的督導 那對於全市的幼兒園 比如說一些行政的一個相關的作業 就像那個相關的那個藥品的管制等等 我想這些部分都已經納入 我們的教保人員手冊裡面 那我們會納入整個基礎評鑑 還有平常的行政機場 我們也會跟團體一起合作 把這個部分列入未來 家長跟我們元所 彼此大家都知道的公開透明 讓家長安心 也讓元所可以來 依照我們相關現有的行政規範 來做執行 我們希望把這件事 讓大家能夠安心 好 那現場媒體朋友 還有提問嗎 那假設其他元所的家長有疑慮 希望就是小朋友也可以去採檢尿液 或是血液的話 這部分是否可以協助嗎 我們這四家醫院都有提供免費諮詢的電話 那如果呢 其他家的這個小朋友 他如果覺得家長就會有疑義 在這個是屬於健康方面的 可以打我們這幾家的諮詢電話 那接電話的社工 他們會根據需求 看是否需要後續的轉介醫療 好